小李飞刀 八位演员惊喜对比 有人偷睡漏睡惨遭封杀 有人52岁至今单身 第八位 范冰冰 还珠格格 播出号 赵薇 林心如等人都红透了天际成为巨星 而范冰冰 作为琼瑶旗下签约的艺人 却默默无闻 成绩平平 范冰冰并不甘心平庸 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展露头角 正巧小李飞刀的机会来临 但问题是 她没有得到琼瑶的允许 私自参演该剧 因此被陷入了漫长的冷板凳器 不过她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她提出解约 虽然琼瑶一怒之下将她告上了法庭 但最终双方和解 范冰冰赔了20万 幸运的是 在拍摄《青春初斗》期间 范冰冰遇到了李冰冰 后者将她介绍给了王金花 王金花将她引入了华裔 从此范爷的崛起之路正式开始 虽然曲折 但她一路克服困难 一直前行 直到阴阳合同的丑闻曝光 如今范冰冰因为偷税漏税被罚了8.83亿 不得不退出娱乐圈 第七位 焦恩俊 曾经焦恩俊是无数人心目中的绝色男神 横扫古装巨界 以《小李飞刀》 《宝莲灯前传》等经典立作 赢得了一大批粉丝的热切追捧 被遵御为古装之岁 然而随着岁月流转 她的容貌和声望都退去当初的光彩 如今已经55岁的她 变身为一个颓废的大叔 护发油腻 情感生活也坎坷 两段婚姻皆已破裂收场 就在5月1日 一名热心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放出了一段焦恩俊现场表演的视频 立刻引起了广泛的瞩目 画面里焦恩俊身穿西装 但显然已不再与身材相衬 腹部微微凸起 衣着凌乱不堪 头发更是一片混乱 后脑勺还留着一撮小辫子 额钱则乱糟糟的 仿佛与尾文横行 肌肤也失去了往日的嫩滑 不满皱纹和松弛 而他走在人群中 却没有像当年那般引起一片围观和尖叫 与曾经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幕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曾经的王者 如今已然成为大街上不起眼的普通男子 岁月无情 任何风华终将散尽 或许这也是生命的必然循环 不过无论岁月如何冲刷 焦恩俊的才华和曾经的影视传世之作 仍旧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作为他的影迷 依旧会怀念那个年轻时光里的古装王子 谈点小李飞刀 八位演员现状 有人56岁未婚沦为笑柄 有人逆袭成百亿导演 第六位 肖强 从台湾第一美人到台语第一笑话 这一切都是因为肖强在娱乐圈里的不择手段 在这个浑水潭中 很多女明星不得不应付富豪大佬的纷争 为生存而挣扎 但肖强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他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不管是讨好前辈 还是当大佬金丝雀 只要有机会红他绝不犹豫 他家境富裕生活无忧无虑 然而他的虚荣心 让他踏上了娱乐圈这条光鲜亮丽的道路 在21岁的时候 得到前辈马景涛的帮助 他成功地从模特变成了演员 他在内地娱乐圈努力多年 凭借着小李飞刀 绝带双胶 等剧集逐渐崭露头角 然而如今已经56岁的他 却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嫁出去 第五位 于飞红 于飞红这位从小就来自学术世家的女演员 家庭背景可谓相当显赫 他的父亲曾是清华大学的尖子生 可谓家学渊源 28岁的时候 他凭借在小李飞刀中 饰演的惊鸿仙子杨艳一角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在他演艺事业的征程上 于飞红总是敢于挑战自我 永不满足于仅仅依靠容貌吃饭 他的外表堪称女神级别 但他却更愿意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演技来征服观众 他可以轻松演绎温柔如水的女性形象 也能毫不手软地扮演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 他在不同的角色中挑战自己 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迎平形象 成为了众多男士仰慕的女神 时光荏苒 如今于飞红已经52岁了 但他的魅力丝毫未解 然而有一点令人可惜的是 尽管他的事业如日中天 但他至今仍然保持单身 第四位 吴京 提到吴京你绝对不会感到陌生 他可是中国最出名的功夫巨星之一 尽管已经过了40多岁 但他的容颜似乎依旧青春焕发 早些年他在一部电视剧中饰演的角色 虽然不是男主角 但他的表现让人难以忘怀 他扮演的是一个多情的武侠 心怀意气 这个正直的角色深深打动了观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除了男主角 吴京的表现也是备受喜爱的 而在现实生活中 他娶了美丽的谢男 这位名模和主持人 成为他的妻子 两人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更令人欣喜的是 他们有了可爱的子女 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这一幸福画面让人为之祝福 不仅如此 如今的吴京已经是一位杰出的导演 他指导的电影《战狼》 创下了惊人的票房记录 堪称一名惊人 而他的两部电影《流量地球》 也深受观众欢迎 取得了巨大成功 你知道 小李飞刀八位演员如今都怎样了吗 有人身价百亿街头所求拥抱 有人婚后四十年恩爱如初 第三位 人权 曾宏极一时的演员人权 以电视剧《少年包青天》中的角色 公孙策一炮而红 被誉为四大小生之一 然而他的人生经历却显为人知 充满了曲折和惊喜 为了追求演艺梦想 他依然前往上海戏剧学院 成为李冰冰 刘晓峰 王亚南等一众明星的同窗 然而人权的冒险精神 不仅仅局限于演艺圈 1997年 他与两位女同学 一起创办了一家小餐厅 初期借款三万元 成为一位实实在在的老板 多年来这家餐厅不仅走向了连锁经营 还享誉天下 成为知名品牌 2014年人权再度决心创业 这次他与李冰冰 黄晓明等合伙 开设了一家火锅店 可谓投资雄心勃勃 他拓展了影视剧投资 宣传和发行等领域 成功晋升为实际老板 最近一段令人意外的视频 让人对人权产生了疑问 在视频中 他在街头向陌生人索要拥抱 引起广泛关注 有消息称 这可能是他参加了某种心理学项目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正能量 或者是在应对某种内心问题 随着这一事件的曝光 更令人震惊的消息浮出水面 据称 人权涉及一起高达20亿的非法集资案 而令人震惊的是 其中有15亿来自他的粉丝 他竟然在这个过程中 伤害了他多年的支持者 第二位 贾静文 贾静文 这位曾经在小李飞刀中 扮演孙小红的明星 他的演艺生涯 他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奇遇 一天他只是在街上随便逛逛 就被一个星探发现了 这个机缘巧合 让他踏上了演艺之路 然后 他与孙志浩这位美籍华人 在拉斯维加斯 举行了一场闪电婚礼 不过婚后不久 因为贾静文 曾经有一段丰富的绯闻情史 贾静文后来嫁给了修杰凯 两人还预有一对可爱的女儿 而今令人开心的消息是 他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这个家庭如今过得幸福美满 生活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第一位 戴春荣 戴春荣在《小李飞刀》中扮演翠老了 可谓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她的演艺生涯丰富多彩 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其中最让观众难以忘怀的 莫过于她在《还珠格格》中 那位冷酷无情的皇后 戴春荣的演艺才华起源于 琴枪表演舞台 早年她就在琴枪的舞台上展露头角 她的影视《处女座》是 《三家巷》 圣地万年春 在片中饰演了《河首》里 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戴春荣在1986年就结为人妻 如今已经享受着 幸福美满的婚姻37年 没有一丝丝婚姻纷争的烦恼 她与丈夫之间从未传出一丝绯闻 堪称婚姻中的楷模 而且她们还欲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这位女儿嫁给了一位帅气的主持人 可以说是婚姻大姐 如今戴春荣已经过上了 享受儿孙之福的幸福生活 不再为事业繁忙而奔波 她可以尽情沐浴在家庭的温馨和快乐之中 为自己的精彩演艺生涯留下美好回忆 同时也为下一代的演艺事业骄傲自豪